香港乳癌的趨勢有上升的数据 基本上最近的癌症统计资料中心发布的数据 最近几年每一年都有大约4000多张新症乳癌个案 每年都遞震 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基本上很多比较年轻的患者是60岁以下的真正确诊的个案 我们发现了乳癌原来不是同一个类型 很多不同种类的乳癌的治疗方向都不同 基本上可以分为荷尔蒙羊性、HER2型或者三阴性的乳癌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由活检或者手术之后 用癌细胞来发现得出来的结果 相对来说我刚才说过 他们的乳后的恶性不同种类都不同 例如荷尔蒙羊性是我们比较温和的乳癌 而三阴性或者HER2型是生进得快些的乳癌种类 整方向都是取决于形态 例如荷尔蒙羊性的病人我们会用荷尔蒙治疗 而可能HER2型我们会用标榜的治疗 去帮病人控制病情 例如三阴性的病人 可能我们都知道可以用的药物是比较少的选择 例如荷尔蒙的药物或者标榜的药物都未必适应 可能我们要运用比较强的化疗药物去帮病人 不同的乳癌治疗方面都有可能有不同的作用 運用和不同的副作用 例如化疗来说 一般来说传统的化疗 用药之后会令身体有疲倦的感觉 可能胃口会差一点 以及以前我们说的病人会嘔吐 但现在我们化疗配合了一些比较强效的止吐药 其实很多病人都会嘔吐 其他的副作用包括脱发或者白血头会下降 或者可能有些神经事麻痹水腫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副作用 至于那个标榜的治疗 一般来说都是针对这个HER2型的乳癌混用 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心脏功能 但一般来说本身如果心脏功能有问题的病人 其实我观察来说都不会很大影响 至于荷尔蒙药物 其实有些厚服的药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副作用比较轻的药物 这就是多数一般来说 如果是荷尔蒙药性的病人 我们都可能会服用5-10年荷尔蒙药物 基本上会产生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例如潮烈、关节或者肌肉痛、影响睡眠 或者可能会影响子宫内膜这些问题 不过一般来说副作用得轻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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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